哎呀,这又要过年了 还没女朋友 今天回家,我爸肯定也得过梦此事 我得想个妙妆应付他呀 哎,现在不是流行网上租女友吗 哎,价钱合适的话 嘿嘿,我就租一个 哎呀,这个价钱合理,人也漂亮 就他了 嗯 这又没手机上漂亮了 哈哈哈哈 不过个子挺高,有安全感 哎,请问您是徐建国女士吗 哎呦,是徐建国 哈哈哈哈 你这个照片上找得不太像呢 啊,所有平台把我们的照片都剔图了 不剔图能把你们骗出来吗 啊,骗 不是,是吸引,心理法则听过吗 哎,我看软件上面写的是租金一天一千五百块钱啊 不是什么一千五,是两千 不,怎么又有两千了,不再这么长大的吧 我是平台最近新评选出来的优质女孩 所以租金就上涨了 兄弟啊,这已经很便宜了 这已经年底了 过年没女朋友带回家的人多了去了 要是你嫌贵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去找女朋友啊 哈哈,这个难度太大 那我算一下啊 嗯,一天两千 十天两万 三十天六万 六个月十八万 那就租六个月 嗯,我先租三天吧 嗯,什么时候去你家啊 嗯,大年二十九 大年春,咱们就回来 嗯,可以 不过我可先说好了 要是我爸给你红包啥子 你可得还给我啊 好,归我懂 你放心 我不会吃回扣的 那咱们俩 各自回去准备准备 明天去出发 嗯,行 啊 哎呀 你们这服务 也太能心化了吧 还做做礼品啊 到时候记得给我点个五星好评哦 脱腿的,脱 爸,玩儿回来了 哎呀 哎呀,你总算回来了 爸 嗯 我要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徐建国 啊 这名字爸去 叔叔好 啊 你好你好 嘿,还真是客气啊 你来就来嘛 还带东西 下次啊 多拿点啊 啊 赶紧坐 嗯 徐建国 你过来 怎么了,我这睡觉呢 哎 今天 都大年串了 咱们的租约 是不是到期了 嗯 今天已经第三天了 嗯 不过你看现在这情况 你觉得咱们能走得了吗 哦 现在不是走得了走不了的问题 问题是我没钱给你了 哈哈哈哈 哎 咱们做人可要讲良心啊 你说现在这样的情况 路也疯了 高速也疯了 连一辆车我都找不到 你说我怎么走啊 再等几天看情况 哦 你说我当初租女朋友干啥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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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一下 哎呦 又怎么了 我不是让你去买个水果了吗 你买个水果呢 啊 我的姑娘哎呀啊 你真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了 你还真把我当成你男朋友了 哎 你算算 这都多少时间了 已经一个月了你还不懂 哎 哎 我得给你多少钱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意思是 咱们俩是不是 应该结束了 关键是你说现在这个情况 我走不了呀 我又不是赖着不走 再说了我还给你们家做饭了呢 别废话了 赶紧给我买水果去 哎呀 哎 哎 这都一个月了 要给他六万块钱啊 而且我还得把他当祖宗一样固扯 骂也骂不了 打也打不了 我的名字不这么苦啊 哎 哎老板啊 你是不是应该把账结给我的呀 结什么账啊 当初不是你租我 让我当你的女朋友嘛 这租约也结束了 咱们是不是应该算算账了 咳 那是你结给我呀 还是我结给你呢 当然是你结给我呀 你这脑子是不是笑住了 那你算什么多少钱 我这一天租金呢 是两千块钱 我在你家待了 三个月零五天 四生五入算四个月 哎 哎 这是他喵的叫四生五 哈哈哈哈 那这四生五解 算你三个月 一个月六万 你给我十八万就行 多少 十八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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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个事 什么事啊 哎 你认不认识人贩子 什么贩子 什么贩子 你想干嘛 我可喊人了 嗯 我的意思是 你要是 认识人贩子的话 你帮我打听打听 看我都是能不能支持吧 哎 哈哈哈哈 说嘛 大哥 你别走了 你把我这样接了 哎 大哥 哎呀 咱们三个 买了十七个鸡蛋当早餐 这够吃吧 先不说够不够吃 就说这十七个鸡蛋 咱们三个人怎么分啊 这还不简单 咱们总共三个人 直接屏风的就完了嘛 哎 屏风也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 屏风个猫腺 这公司我干的活最多 为什么屏股 你这说的叫什么话 难道我干的活不够多 在这个公司 我比驴都累 你们干活多 那我问你们 你们有没有见过 凌晨四点的银川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我给公司产生业绩最多呀 这样吧 我少拿点 拿十六个就行了 你们俩分一个 哎 十六个叫少拿 啊 对啊 我拿十六个 你们俩分一个 凭什么你一个人分十六个 我们俩 两个人才分一个 说啊 你是不是跟老板有一腿 说 有没有一腿 叫老板那偷模样 你觉得我会跟他有一腿吗 那你们俩说 怎么风才算公平啊 要必然说 还是平一风最长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啊 我为公司产生的业绩最多 凭什么好想平风啊 这三个人真爱什么呢 变红我错了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三胡二孩子 我刚刚在楼底下打不动 让你们吵醒 票叫钱 认识呗呗 哎呀 老板你就别让我开事了 是这样的 我们三个人呢 喝光买了十七个鸡蛋当早餐 但是到现在了 还没有风明去 这么点鸡蛋都风不明白啊 都还有脸在我公司混日子呢 我倒是有个办法 你们买这十七个鸡蛋花多少钱 花了十八块钱 你说你们这三个人 为这十七个鸡蛋 在这吵吵闹闹的 就跟打架一样 师父 我们公司上市以后 我还怎么给你们分干过 那老板你说怎么分啊 这样吧 我再买几个鸡蛋啊 我借给你们三个人 一个 我来帮你们三个分好不好 蛋拿来 哦 这是我的早餐 我还没吃呢 嗯 哎姐姐 嗯 你买蛋一共花多少钱 九块钱 嗯 一共是十八块 十八除以九等于八 那这样 你拿走二分之一 好嘞 嗯 对 你花了多少钱 我花了六块 嗯 十八除以六 十八除以六 我还这么一下弄住了 你连这么简单的数学体 你都算不清楚 你还想跟人家分一支蛋 十八除以六怎么解 八十等于三啊 哦 对对对 等于三 那就是 你拿走三分之一 也就是六个 呃 那剩下这三个就是我的啊 等会 啊 我刚才给你们分鸡蛋的时候呢 我是不是借给你们的鸡蛋 嘿 这个呢 鸡蛋是我的 哎哎哎 你看我这么少 这一个永有得了啊 这是人家刚刚借给我们分鸡蛋用的 对啊 这是我借给你们的 这点的账都 算不明白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为什么我的钱这么熟啊 哎 我要准备去工作了 你俩接着分吧 嘿嘿嘿嘿嘿嘿嘿 金鸡姐姐啊 你看我这么少 你这么多 也不 你封击我两个月了 我才不要呢 我也要去工作了 啊 我是不是被他不坑了呀 哈哈哈哈 哈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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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